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一位老道士踏着泥泞的山路回到他位于山顶的小庙。 雷声轰鸣,电闪雷鸣,大自然的力量在这一夜展露无遗。 老道士名叫云青,他已在这座孤山中修行多年,与世隔绝,寻求道法自然之道。 正当云青准备进入庙门,避开这肆虐的暴风雨时,一个微弱的哭声突然划破了雷雨的嘈杂声。 云青顿时警觉起来,他的眉头紧锁,环顾四周,试图找出生源。 在庙宇的一角,被大雨淋得湿漉漉的草丛中,他发现了一个墙堡中的婴儿,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哭泣声就是从这个小小的生命发出的。 老道士走近,弯腰将婴儿抱起,他发现婴儿脖子上挂着一块奇特的护身符,他在雨夜中闪烁着淡淡的光芒。 云青的心中充满了疑惑,但他知道此时不是思考之时,他小心翼翼地将婴儿带回了庙中,用自己的袈裟将其包裹,置于一个暖和的角落。 在火炉旁,云青为婴儿煮了点温水,轻轻喂给他。 他观察着这个孩子,心中不禁生出一股莫名的感情。 尽管云青已经离开红尘多年,但他的心不由自主地被这个无助的生命所打动。 你是谁家的孩子?为何会被一气于此? 云青自言自语,声音中充满了怜悯与不解。 尽管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得到回答,但在那一刻,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抚养这个孩子长大。 或许是天意让他在这孤寂的修行生涯中多了一个伴侣。 夜渐渐深了,暴风雨仍未有停歇的迹象。 云青轻轻地摇着摇篮,婴儿的哭声渐渐停止,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老道士看着他,心中暗自发誓,无论这孩子来自何方,他都会教他道法,让他成为一个有用之才。 就这样,一个被一气的孤儿,与一位寻求道法的老道士之间,开始了他们命运的相继。 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暴风雨之夜的偶然发现。 云青对小宁的护身符越发感到好奇。 这件古朴的事物在平日里看似普通,但每当夜幕降临,它便散发出柔和的光芒,仿佛呼应着某种未知的力量。 一天晚上,云青决定仔细研究这个护身符,希望能解开它背后的秘密。 当小宁熟睡时,云青轻轻取下她的护身符,放在桌上细细观察。 这护身符由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材料制成,表面雕刻着奇异的符纹,似乎蕴含着古老的力量。 正当云青全神贯注的研究时,护身符突然发出一束光线,照亮了整个房间。 云青惊讶地后退了几步,只见光芒中浮现出一幅幅画面,一座古老的宫殿,一位威严的国王,还有一个摇篮中的婴儿。 画面快速更换,最后定格在一场大火和一次混乱的逃亡上,最终一切都消失在了光芒之中。 云青站在原地,久久不能言语。 这些画面无一再告诉她,小宁的来历非同小可,她可能是某个王国的遗失王子。 云青心中的疑惑更深了,她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 她需要保护好小宁,直到找到更多关于她身世的线索。 第二天,云青没有告诉小宁昨夜发生的一切,只是更加严格地教导她道法和武艺。 小宁对于学习显得非常热情,她的进步速度让云青吃惊。 云青知道,小宁的未来注定非凡,她必须为这个孩子准备好面对一切的能力。 时间如白居过细,小宁在云青的庇护下慢慢长大,她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而那件神秘的护身符,始终紧紧地连着小宁和她未知的过去。 云青时常在夜深人静时,拿出护身符沉思。 她知道,这个秘密迟早会被揭开,而她必须做好准备,陪伴小宁一起面对真相。 随着时光的流逝,小宁在云青的指导下日益成长,她对道法的理解和实践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然而,随着她能力的增强,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发生,让云青感到既惊讶又忧虑。 一日,山中突降大雨,天空中电闪雷鸣,云青和小宁收起了庭院中晾晒的草药,匆匆回到庙内避雨。 小宁好奇地观察着窗外的雷电,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师傅,雷电是如何形成的? 小宁充满好奇地问道。 云青正要解释,突然间,一道闪电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庙外的一棵大树,将其劈成两半。 云青心中一惊,正要警告小宁远离窗户,却见小宁伸出手掌,仿佛在与雷电对话。 就在这时,一个令云青难以置信的场景发生了,小宁手掌中竟然聚集起了一团微弱的光芒,随着她手势的变化,那团光芒逐渐变得更加明亮。 云青目瞪口呆,这是她从未教过小宁的法术,小宁怎会突然展现出这样的能力。 雷雨过后,云青将这一意象深深地刻在心中。 她开始怀疑,小宁的身上是否隐藏着某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可能与她的身世有关。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云青决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更加仔细地观察小宁,同时加强对她的教导,希望能引导这股力量朝着正道发展。 在接下来的修行中,小宁果然展现出了越来越多超乎寻常的能力,她能够感应自然界的微妙变化,甚至能够预知某些即将发生的事情。 云青知道,这些都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小宁绝非池中之物。 一次,村中突然传来消息,说是有一只猛兽出没,伤了几头牲畜。 云青决定带着小宁去看看,或许能借此机会测试小宁的能力。 当他们走进被猛兽袭击的地点时,小宁突然停下脚步,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向左边的密林走去。 云青紧随其后,不一会儿,他们在密林中找到了那只伤人的猛兽,他正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眼中露出惊恐的光芒。 小宁慢慢走近,伸出手掌,轻声细语地安抚着他。 在小宁的平和力量下,那只猛兽竟然渐渐平静下来,最后竟然乖乖跟着他们走出了密林。 返回了山野。 这一切让云青深感震撼,小宁的能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云青意识到,小宁不仅是他的弟子,更是拥有改变世界的潜力之人。 他必须更加努力地保护好小宁,同时引导他走上正确的道路。 随着小宁展现出更多超凡脱俗的能力,云青的心中充满了疑虑和担忧。 他开始深入研究那块神秘的护身符,希望能找到关于小宁身世的线索。 夜深人静时,云青常常翻阅古籍,寻找任何能解释小宁意象的资料,但似乎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 一日,云青决定前往附近的古寺寻求高人指点。 他告诉小宁自己需要短暂离开,嘱咐他在庙中好好修炼,不得擅自离开。 小宁虽然对师父的离开感到不安,但还是点头答应了。 云青历经数日艰辛旅程,终于找到了那位传说中的高人,一位年迈的僧人。 据说他对许多古老的秘密都有所了解。 云青将护身符和小宁展现出的神奇能力详细地告诉了老僧。 老僧听后沉默不语,久久地注视着护身符,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终于,老僧开口了,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此福非凡,内藏天地之力,非常人所能拥有。 这孩子,必定有着不凡的来历和重大的使命。 你作为他的导师,责任重大,虚得甚至又甚。 云青听后心中更加不安,他急切地问,那我该如何是好? 我怎样才能保护好这孩子,引导他走上正道? 老僧缓缓说道,你已经做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你要继续教导他,让他的心性更加坚定,不为邪恶所动摇。 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此子若是身世曝光,必将有无数的势力来规予他的力量。 你们的路,还很长。 云青谢过老僧,踏上了回庙的路。 他的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为小宁的未来感到骄傲, 另一方面他也为即将到来的种种挑战感到忧虑。 他知道,自己必须更加努力,为小宁和自己准备好面对一切的勇气和智慧。 当云青回到庙中,看到小宁安然无恙,他的心中充满了暖意。 他决定,无论未来怎样,他都会站在小宁身边,保护他, 直到小宁能够独当一面,完成自己的使命。 从那以后,云青更加注重小宁的心性培养, 除了道法和武艺的教学, 他也开始教导小宁如何成为一个有责任心,有爱心的人。 云青相信,只有心灵强大的人, 才能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 为世界带来光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宁不仅在道法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他也逐渐长成了一名聪明、英俊的少年。 然而,他的非凡之处并未能完全隐藏于世人眼前。 一些小宁在帮助村民解决问题时表现出来的超凡能力, 逐渐成为了村中人议论的焦点。 有一日,村中的水井突然干涸, 村民们四处寻找水源, 却都无功而返。 正当大家陷入绝望之时, 小宁提出要帮忙寻找水源。 在他的引导下, 村民们在一处看似最不可能有水的地方挖掘, 结果不仅找到了水源, 而且水质清澈甘甜, 比之前的水井还要好。 这件事迅速在村中传开, 村民们对小宁的能力充满了好奇和敬畏。 但同时, 也有人开始背后窃窃私语, 议论小宁的来历, 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使用了什么不可告人的法术。 云青对这些议论耳闻目睹, 他担心这样的风言风语会给小宁带来麻烦。 一天晚上, 他将小宁叫到自己面前, 郑重其事地对他说, 小宁, 你的能力虽然非凡, 但我们生活的世界对于超乎常人的事物并不总是那么宽容。 你必须学会低调行事,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小宁听后, 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认真地点了点头。 他从未想过, 自己的能力会给村民带来困扰, 更不希望因为自己而让师父担忧。 于是, 小宁开始更加谨慎地使用自己的能力, 尽量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但即便如此, 他温暖人心的行为, 还是赢得了许多村民的尊敬和爱戴。 然而, 就在小宁努力低调的同时, 一股更为神秘的力量正在远方悄悄酿, 与小宁的命运紧紧相扣。 云青感觉到了这股力量的波动, 他知道, 平静的日子即将结束, 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逼近。 云青深知, 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他需要为小宁和自己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他开始更加严格地训练小宁, 不仅是道法和武艺, 更重要的是心性和判断力的培养。 云青希望, 当风暴来临时, 小宁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去面对一切, 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随着小宁渐渐长大, 他对自己的身世也越来越感到好奇。 云青虽然一直以师徒的名义抚养他, 但小宁心中清楚, 自己与云青并无血缘关系。 每当夜深人静, 他总会独自望着星空, 心中充满了对未知过去的渴望与迷惘。 一日, 一位神秘的旅人来到了村中, 他自称是远方的占星师, 能够通过星象解读命运。 村民们都对此感到好奇, 纷纷前去请他占卜。 小宁虽然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 但在云青的提议下, 他还是带着试试看的心态, 拿着自己的护身符去见了这位占星师。 占星师看到护身符后, 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他沉默了片刻, 然后低声对小宁说, 这块护身符非同小可, 他与古老的皇族血脉有关。 你, 可能是那个失落已久的王族后裔。 小宁听后心中震惊, 他急忙回到云青那里, 将占星师的话告诉了他。 云青听后, 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他知道这个秘密迟早会被揭开, 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在小宁追问下, 云青终于决定告诉他 关于护身符的一切。 云青讲述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如何在庙外发现了墙堡中的小宁, 以及他身上唯一的物品, 那块神秘的护身符。 云青告诉小宁, 他一直在试图解开护身符的秘密, 以及小宁真正的身世。 小宁听后, 心中充满了感激与冲动, 他决定寻找自己的根, 了解自己的过去。 云青虽然担心, 但也知道这是小宁早晚要走的路。 他同意帮助小宁寻找答案, 但同时警告他, 这条路可能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在做好准备之后, 小宁和云青开始了寻根之旅。 他们先是前往占星师所说的那个古老王族的遗迹, 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关于小宁身世的线索。 途中, 他们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 但也收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帮助。 经过一系列的冒险和考验, 他们终于来到了那个被遗忘的古老王城。 在那里, 他们发现了一些关键的证据, 证实了小宁确实是那个失落王族的直系后裔。 这个发现对小宁来说既是震惊, 也是释然。 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来历, 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云青看着小宁, 心中既有欣慰也有忧虑, 他知道小宁的人生从此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他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帮助小宁走好这一段属于他自己的路。 发现自己真实身份后, 小宁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一方面, 他终于解开了多年的谜团, 知道了自己的来历和为何拥有那些超凡能力。 另一方面, 他也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和未来可能面临的危险。 对于一个一直生活在山中小庙, 与世无争的少年来说, 这样的真相无疑是沉重的。 在返回庙中的路上, 小宁沉默寡言, 心事重重。 云青看在眼里, 心疼在心里, 他知道小宁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一切。 一天晚上, 云青找到小宁, 他们坐在庙前的石阶上, 望着满天的星辰。 云青温和地开口, 小宁, 无论你决定走什么样的路, 作为你的师父, 我都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 但记得, 真正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坚定和善良, 不论未来如何, 都不要失去自己。 小宁抬头看着云青,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师父, 我知道了。 我也不会忘记我们在庙中的日子, 和你交给我的一切。 无论我的身份是什么, 我还是那个你就下的孤儿小宁, 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从那以后, 小宁开始更加努力地修炼, 不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 更是为了做好准备, 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一切挑战。 他开始学习如何作为一个领袖来思考和行动, 同时也不忘每天的修行和锻炼。 然而, 随着小宁能力的增长, 他对自己的控制也越来越感到困难。 他发现, 当他情绪激动或心情不好时, 周围的自然界会产生异常反应, 风会突然加大, 甚至会无意中伤到旁人。 这让小宁感到害怕, 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力量会失去控制, 伤害到无辜。 这种内心的挣扎让他苦恼不已。 云青看出了小宁的苦恼, 他决定带小宁去找一位老友, 一位在心灵修炼上有深厚造诣的高僧, 希望能帮助小宁找到平衡自己内心的方法。 在高僧的引导下, 小宁学会了冥想和自我反省, 慢慢地, 他开始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以及随之而来的力量。 他明白了, 真正的强大不仅仅是外在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平和与自控。 通过这段时间的修炼和学习, 小宁不仅在能力上有了智的飞跃, 他的心性也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 他知道, 前方的路还很长, 但只要心中有爱, 有信念, 就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随着小宁内心的挣扎渐渐平息, 他开始更加深刻地思考自己的命运和责任。 在高僧的指导下, 小宁不仅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力量, 也开始理解自己的使命所在。 他明白, 自己的出现并非偶然, 而是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一天, 云青和小宁坐在庙前的古墓下, 云青开口说道, 小宁,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其独特的使命和责任, 而你更是如此。 你的身世和力量预示着你将会走上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小宁沉默片刻, 然后认真地回答, 师父, 我已经做好准备。 无论这条路有多么艰难, 我都将勇往直前。 我知道, 这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 也是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为了这个世界的和平与正义。 云青听后, 眼中闪过一丝欣慰的光芒。 他知道, 小宁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勇士, 他的心灵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宁开始积极地准备自己未来的任务。 云青带着他四处寻访智者, 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 同时也不断地锻炼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小宁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他也逐渐成为了村民们心中的英雄。 然而, 随着小宁鸣声的传播, 一些隐藏在暗处的势力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他。 他们对小宁的力量和可能的身份感到了威胁, 开始暗中谋划如何利用或摧毁他。 一晚, 云青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邪恶力量正在逼近, 他立刻意识到小宁可能面临危险。 他匆忙找到小宁, 告诉他即将有一场考验向他们袭来。 小宁紧握着手中的护身符,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师父, 无论是什么样的考验, 我都准备好了, 我会用我所学的一切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就在这时, 一股黑暗的力量突然降临, 小宁和云青立刻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斗争中, 小宁将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战, 更是为了所有他所珍视和保护的一切。 正当黑暗力量即将降临之时, 小宁深吸一口气, 准备迎接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战。 随着小宁的力量日渐增长, 云青意识到是时候揭开更多关于小宁身世的秘密了。 他决定带小宁前往一处藏有古代秘籍的隐秘图书馆, 希望在那里找到关于小宁神秘绅士的线索。 他们穿越了幽深的山林, 跨过了蜿蜒的溪流, 最终来到了一个被茂密森林包围的古老建筑。 这座图书馆的门前刻着复杂的符文,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仿佛是一种古老的保护法术。 云青领着小宁进入图书馆, 他们的眼前展现出了一排排高级顶棚的书架, 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古籍和卷轴。 云青和小宁开始了他们的寻找之旅, 他们翻阅了无数的书籍, 寻找与小宁有关的信息。 终于,在一个尘封的角落里, 他们找到了一本古朴的卷轴。 卷轴的封面上用古老的文字书写着天选之子的字样。 云青小心翼翼地展开卷轴, 里面记录了一个古老的预言, 预言中说到将有一位拥有特殊力量的天选之子出现, 在混乱的时代中带来光明和希望。 随着云青继续阅读, 卷轴中描述了天选之子的特征, 以及他将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这个预言中所说的天选之子非小宁莫属。 小宁听后, 心中充满了震惊和不安。 他难以置信自己竟然承载着如此重大的使命。 云青看出了小宁的动摇, 他轻轻地放下卷轴, 对小宁说, 小宁, 无论你是否准备好, 这个使命都已经在等待着你。 但你并不孤单, 我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 帮助你面对一切挑战。 小宁深吸了一口气, 他抬头看向云青,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师父, 我知道这条路不会容易, 但我愿意尝试, 为了那些在黑暗中等待光明的人们。 在那一刻, 小宁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他不再逃避自己的命运, 而是选择勇敢地面对。 云青和小宁将卷轴小心收好, 离开了图书馆, 踏上了返回村庄的路途。 他们知道, 这只是小宁漫长旅程的开始, 前方还有更多的位置等待着他们。 但现在, 小宁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将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 不论前方等待着他的是光明还是黑暗。 返回村庄后, 小宁与云青面临的第一件事, 是如何处理村民对小宁能力的恐惧与误解。 有一晚, 村中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 讨论关于小宁的未来。 村民们围坐在一起, 议论纷纷,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不安。 小宁站在村民面前, 深吸一口气, 开始讲述他和云青在图书馆的发现, 以及自己身上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他的声音坚定, 目光清澈, 尽管面对的是疑惑和恐惧的眼神, 他还是勇敢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决定他将接受这个命运的召唤, 不仅为了自己, 也为了保护村庄, 以及更广阔的世界。 听完小宁的话, 村民们开始沉默。 事业, 风起云涌, 似乎预示着一场改变即将到来。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 村长最终站了出来, 他的声音在夜空中回响, 我们村子历来以团结和勇气为荣。 小宁虽年轻, 但他的勇气和决心展现了一个真正英雄的本色, 让我们支持他, 就像我们曾经在困难时期相互支持一样。 村民们最终达成了共识, 他们决定支持小宁, 帮助他准备即将到来的挑战。 村庄的铁匠开始打造适合小宁的武器, 要是准备了许多草药, 以备不时之需。 整个村庄都在为小宁即将踏上的旅程做着准备。 随着出发的日子临近, 小宁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他既感到激动, 又感到不安。 在最后的几天里, 他四处走访, 和每一个村民告别。 每个人都给了他一些小礼物, 或是一句祝福的话, 这些温暖的话语和礼物成为了小宁心中宝贵的力量。 云青带着小宁再次来到了山中的隐士处。 隐士送给小宁一枚奇特的护身符, 这枚护身符据说能够保护持有者免受邪恶力量的侵害。 隐士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与信任, 他告诉小宁, 记住, 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光明与坚定。 无论旅途多么艰难, 请不要失去信念。 在离开前的那个晚上, 云青和小宁坐在庙前, 望着满天繁星。 云青轻声对小宁说, 无论这个世界多么广阔, 我们都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 记住, 你从未真正独行, 终于, 离别的日子到来了。 全村的人都来到村口, 为小宁和云青送行。 小宁穿着简朴的行装, 背上装满了必需品的背包, 手中紧握着云青为他准备的行长。 他转身望了一眼深厚的村庄,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坚定地踏出了第一步。 云青和小宁一起, 踏上了通往未知的旅程。 他们的路途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但也同样充满了希望和机遇。 在远方, 新的挑战和冒险正在等待着他们, 而小宁也将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力量和勇气, 完成自己的使命。 随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渐远, 村民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他们知道, 小宁和云青的旅程将充满艰辛, 但他们也相信, 这两个勇敢的旅者终将带回和平与光明。 而对于小宁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次寻找自我的旅程, 更是一次成为英雄, 实现自己命运的征程。 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与挑战, 他都将勇往直前, 用自己的力量编织出属于自己的传奇。 在旅途中, 小宁和云青遇到了第一个挑战, 一座被诅咒的古老森林。 森林中弥漫着浓厚的迷雾和不祥的气息, 传说中有一个古老的守护灵, 守卫着森林深处的秘密。 小宁和云青必须穿越这片森林, 才能继续它们的旅程。 在穿越森林的过程中, 小宁发现自己的力量似乎与森林中的能量产生了某种共鸣。 他开始尝试与森林沟通, 希望找到安全的路径。 就在这时, 他们遭遇了森林中的守护灵, 一只古老而强大的幻影狼。 幻影狼最初对他们表现出敌意, 但在小宁展示出他的真诚和力量后, 狼逐渐平息了战意。 他透露, 森林之所以被诅咒, 是因为外界的侵扰, 破坏了森林的平衡。 小宁向幻影狼承诺, 他将会寻找方法恢复森林的和谐。 通过这次经历, 小宁不仅学会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运用自己的力量, 还赢得了幻影狼的信任和友谊。 他们继续前行, 心中充满了新的信念和勇气。 离开森林后, 小宁和云青来到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古城。 城堡曾经辉煌一时, 但现在却是一片废墟。 在城堡的废墟中, 小宁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魔法能量。 他们决定探索这座城堡, 寻找可能隐藏的秘密。 在城堡的地下室中, 他们发现了一个古老的魔法镇, 镇中封印着一位古代魔法师的灵魂。 魔法师在临死前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封印在这里, 希望未来有人能够继承他的意志, 对抗即将到来的黑暗。 小宁通过与魔法师的灵魂沟通, 继承了这部分力量。 这股新的力量让小宁的魔法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也使他更加坚信自己能够完成使命。 同时, 魔法师的灵魂也告诫他, 真正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魔法, 还需要智慧和勇气。 在继续前行的路上, 小宁和云青遇到了许多挑战, 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帮助了许多人, 也从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和知识。 随着旅程的深入, 小宁越发感到自己肩上的重担。 在抵达一个安宁的小镇时, 小宁和云青决定暂时停下脚步, 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准备。 在这段时间里, 小宁不仅加强了自己的修炼, 还深入了解了即将面对的敌人和挑战。 小镇的平静和温暖给了小宁和云青短暂的休息时间, 也让他们重新整理了思绪, 准备好迎接最后的挑战。 他们知道, 前方的路将更加艰难, 但他们也更加坚信, 只要心中有光, 黑暗终将被驱散。 随着旅程的继续, 小宁和云青踏上了新的征程,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勇气。 他们准备好面对一切, 用自己的力量编织出一个关于勇气、 智慧和希望的传奇。 在小镇的短暂休息后, 小宁和云青感到一种不祥的气息, 开始笼罩周围的大地。 他们从镇上的旅者口中得知, 黑暗势力正在集结, 准备在不远的将来, 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击, 目标直指, 心中充满光明与希望之地, 一个隐藏在世界深处的神秘圣地。 意识到这一威胁, 小宁和云青决定提前行动, 他们计划寻找并保护那个神秘的圣地, 阻止黑暗势力的阴谋。 在离开小镇前, 他们召集了所有愿意加入他们的勇士和术士, 形成了一个小队, 共同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经过艰难的旅途, 小宁和他的队伍终于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神秘圣地。 这里是一个被强大魔法保护的避难所, 里面居住着许多拥有特殊能力的生物和人类, 他们世代守护着世界的平衡和和谐。 圣地的守护者是一位古老而强大的术士, 他对小宁的到来早有预感。 通过与守护者的对话, 小宁了解到黑暗势力寻找圣地的真正目的, 他们想要夺取圣地中隐藏的一件强大的神器, 以此来实现控制世界的野心。 守护者告诉小宁, 只有真正的光之子才能觉醒神器的力量, 用以对抗黑暗。 小宁意识到, 这正是他命中注定的使命。 在守护者的指导下, 小宁开始了觉醒神器的仪式。 整个过程充满了挑战, 小宁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和意志与神器产生共鸣, 这是对他精神和力量的极大考验。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小宁终于成功觉醒了神器。 神器释放出耀眼的光芒, 充满了强大而温暖的力量。 小宁感到自己与神器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连接, 他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随着神器的觉醒, 黑暗势力也感受到了威胁, 他们开始加紧行动, 试图在小宁完全掌握神器的力量之前发动攻击。 小宁和他的队伍也做好了准备, 他们在圣地周围布下了防御,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在这个决战前夕, 小宁站在圣地的最高点, 望着远方聚集的乌云, 心中充满了决心。 他知道, 这场战斗不仅关乎他自己的命运, 也关乎整个世界的未来。 终于, 黑暗势力的大军压境, 一场激烈的战斗在圣地外爆发。 小宁在战斗中勇敢地指挥着队伍, 神器的力量在他的引导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战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经过一番苦战, 黑暗势力终于被击败, 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战斗过后, 小宁站在废墟之中, 深知这只是胜利的开始。 他承诺将继续守护这个世界, 防止任何形式的黑暗再次侵袭。 随着太阳的升起, 光明再次洒满大地。 小宁和他的队伍在圣地中央庆祝胜利, 他们知道, 只要心中有光, 黑暗终将无处遁形。 小宁的传奇故事也将被世人传送, 激励着后来人勇敢地面对挑战, 守护心中的光明。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